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经常受祖国人的打压 虽然自称第二强 但其实就是个笑话 不了解情况的星光就说过康骗 最经典的是曾经去他自己代言的水族馆里营救海豚 结果出了车祸 导致海豚当场狗蛋 好的 我们回到主线 抓住了野兽女的四人组 派出弗兰奇用法式料理战术来获得她的好感 可惜不太成功 要不你试试寿司怎么样 说点题外话 野兽女的扮演者凯伦福源曾经出演过X特浅队中的武士刀 虽然戏份很少 但是让人印象深刻 话说2020年猛情小队就要上映了 又能看到人气少女哈利克英邪魅癫狂的笑容了 想想还有点小期待呢 然后火车头从摄像头里发现了弗兰奇 拿着她的照片一路追查到了她的藏身之处 比例让她丢下野兽女自己逃命 可是弗兰奇又心软了 她再一次放走了这头野兽 结果弗兰奇在逃跑的时候不幸遇上了追踪而来的选色 但意外的是野兽女又折了回来 拦在选色的身前让弗兰奇继续逃跑 只可惜野兽女根本就不是选色的对手 在选色走了以后 弗兰奇又回到了现场 她以为野兽女已经狗蛋 结果野兽女凭借惊人的自语能力又活了过来 你看听啊 我就说她是女版金刚狼 没错吧 在另一点 修仪跟着星光来到了一个集会上 而且还用视频要挟橡胶人牧师 得到了五号聚合物的下一个线索 比例和马克跟着线索来到了医院 惊讶地发现所有的新生儿竟然正在使用五号聚合物 而且已经全部出现了超能力觉醒的迹象 原来所谓的超人竟然全是通过五号聚合物制造了产物 而在聚会上的星光正在发表演说 面对众多的吃花群众 她终于忍耐不住自己内心深处的厌恶 在重目睽睽下撕去了自己的伪装 深入浅出的X了一下自己对超级欺人队的看法 而看到电视直播的深海正在瑟瑟发抖 好吧 细句话的矛盾冲突开始了 接下来的剧情肯定会更加精彩 好了 今天就先讲到这里 我是柯达电影 看在我这么努力挖掘电影的份上